今天和爸爸做香煎金瘡魚 好吃 夠香 我們首先預備些材料 切些蔥花和蔥絲 放些蔥絲進凍水裡 捲起 然後做裝飾會更加漂亮 再切芫荽和薑絲備用 再拍些生粉在魚上 有幾個作用 煎的時候不會黏鑊 生粉會令魚更香口和脆 最重要是吸收水分 一會煎不會被油彈身 再加適量的油 然後慢慢煎香 煎到香口和熟 又可以放在一邊 現在已經煎好了 現在我們調的魚汁 這條魚的做法比較簡單 水用的豉油是非常重要 來調製這個黃菜豉油 鳳尾魚和黃豆 出足發酵了三年 所以味道非常濃郁 魚露發酵過程是差不多 但只是用鳳尾魚和鹽 所以味道比較清純 然後會帶出魚的鮮味 再加蠔油、麻油、胡椒粉和水 在碗裡 爆香薑、蔥和芫荽 再倒入醬汁 讓它煮一煮 然後淋上魚 加上蔥絲和芫荽 又可以吃了 希望你也一樣喜歡吃 Obrig了 C out for now! S